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组成了百分之三十七点 二万四千四百五十四点 内地股市方面也能继续到升势 上证指数是升超过半成 升了百分之五点七 升二百零二点 深圳城市升百分之四 沐森三百更加升幅 达到百分之六 创业板指数也有升到百分之三 就见到你零摄某今天的内房股做得比较好 中海外升了一成 二十四个九这个水平 华润置地也升了一成 21.35 是不是呢 因為內地股市現在康復 財富效應回來了 應該這樣說 市是斷定了 事實上來說 沒那麼快 因為事實上這一陣A股的跌浪是由五千多點 殺到四千多 一路一路衝著下 而最大最大的成交是在四千多五千點那下勝勢 就算你現在升上去三千六 三千七百多是斷定 輸了那些仍然未見家向 只不過暫時不需要擔心不知底液在哪裏 到底反彈可以持續何時 其實仍然不清晰 唯一要說的就是財富效應的蒸發已經成為事實 如果比較進取的看法 試回四千、四千一、四千二的上證 的確有點驚喜 但相對由四千四、四千五 一路買到五千多點那些貨 我相信要見家鄉 在現在這一刻真的有這樣的困難 尤其是一些投機性的股份 例如創業版那些 早前衝高在高桌上買的話 其實我講 如果要看基本因素 要見家鄉真是很難的 不要說A股了 就算港股也如是 如果大家理性點看看 今個月2號恒生指數的高位 仍然是26,459點 我就當你26,000點樓上 好嗎 27,000站了很久 即是絕大部分入市的投資者 如果是早前的話 我就說六月份而已 不用說太遠了 你都在26,000、27,000樓上 我都不說28,000 你相對現在24,000多 已經下限了2000點了 大家不要認為26,000到24,000多 2000點 10%也沒有 輸贏有限 其實不是 有很多股份下調的幅度 怎止10% 我舉個例 中車合併之後16.98 落到11元、12元、13元 整貨完之後 然後才插到近期的低位 最低的7.98 大家都知道 而是下限速度很快 高台拿了貨 如果是自己的錢 當然能捱得到 如果是做孖展 老老實實 14元、13元買的股票 只剩下8元 就算你做成數不太高 端估你都要抗孖展 甚至是減倉 一減倉 你就已經是輸定了 補孖展是說 好 因為你有現金去補 收貨還能留得到 但你仍然是輸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最多可以說 最壞的時間 暫時來說 已經是過去 起碼暫時 技術上是過去 原先是輸10元 現在都是輸 可能輸7元 或者輸7.5元 沒有輸得那麼傷 最多就是這樣 但是嚴格來說 好像內地的購買力 很早前在4,000多 衝到上5,000多點 已經全部消耗了 或者消耗了七成八成 剩下的那些 我相信在下跌當中 如果你貪便宜 都已經去賣了 現在根本上 除非有些新的資金 進來做一個推動 勢頭才可以斷定 或者做少少的上升 但是你要指數升得太急 或者再進步向上走 要消化上面這麼重的頂貨 我想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的事情 有些人說 上次3,000多衝上4,000多很快 上次衝和現在不同 上次衝上去上面是沒有貨 你是不是要先入市 你不先買貨 你根本上沒有貨 每隻手都是買的 但現在不同 在上面是差不多拿齊 是重倉 捱得過的 你還是要忍受短期的痛 捱不過的 唯有自己走 或者被腰斬 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財庫效應其實已經受損 早前來說 已經說有20多萬億的財庫效應 已經在股市下跌當中蒸發了 即是個個都輸錢了 我聽了一些朋友說 他有一個內地的朋友 是賣了一層樓 拿了四百萬 然後去買股票 買四百萬股票也不是問題 你輸了一半 但他不是普通的買百萬 他是融資賣的 四百萬 買夠是八百萬到九百萬的股票 當股價跌了一半的時間 你已經全部輸了 但如果有些進取一點的 四百萬買一千二萬 一千五萬的股票 這個更加不用說 即是說 來到現在這一刻 就算市道稍為硬正 或者斷定了 但是我覺得 最壞的時間 即使是過了 暫時都很難回復回來 各位朋友的朋友 真是幾不幸運 我們先聽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一位葉先生 葉先生你好 你好市長 是 是 怎樣 沒有人想請教你 就是英王政券 717那隻 是 不知道買不買得過 好 英王政券 現在就六毫八 現在升幅有三成六 沒有貨的話 現在買不買得過 郭Sir 其實一個月的高位 是過二銀錢 以昨日最低跌到四毫三 至下跌的幅度相當多 日中跌到兩千點 要搏的時間 其實在低位 真的可以考慮去搏 但由四毫三到現在六毫九 已經升了50% 你的口問是跟我說 可不可以炒一炒 今早開出來還是四毫八先半 或者五毫五毫 你要買的 為何不早點買 你要走上去 全日的高位在阻礙 你才買下去 就算有反彈空間 你也打蝕了 其實很多時候 反彈反彈 大家真的有時候 下定決心要搏 你就盡早搏 盡早搏 只要放下指示位 千萬不要升了30% 40% 50% 沒有市場 才搏下去 除非市場正正式式 擺脫了一條整 往後再進入一個新的升浪 那當然沒所謂 但市場出現一個整固 在高台上 可能有波幅 沒有升幅 反彈沒有大升 四毫八先半 到現在六毫九指 升了50% 差不多 沒有了 四十幾% 六毫九指再升四十幾% 你真的要升到八毫九毫 以現在市場來說 有少少難度 不過以今天來說 成交接近三億股的話 動力方面 似乎改善了 如果不介意 有些追高了的感覺 那就無所謂 因為一個月的高位 是說過幾元錢 相對早前的高位 兩元先 順帶一提 兩元的股票 最低跌到四毫三指 你說二線股 我不是說只是英國政權 是所有二線股 一回頭的時候 不懂得做風險管理 15%左右 不懂得支持的話 付出的代價 是難以想像的 不單止它一隻 有更多二線股 是跌到七成八成 而且是很快的 殺傷力是大到難以形容的 所以很多次在分行講 我都認為 投資者在大時代 要來臨的時間 不想錯失賺錢的機會 這無可厚非 但 例如退休人士 就不只懂得賺錢 100萬的資金 比喻 你應該是80萬到90萬 留守在一些主要的成分股 是慢不緊要 但最緊要是穩陣 剩下10萬或15萬的錢 你就會做一些投機性的炒作 問題也不太大 但如果不做這個風險管理 放大量的資金 或者全部資金 投放在一些 細價的板塊上 一旦大股跌 又不捨得走 因為為什麼 不如捨得輸 得住錢當然不捨得輸 不捨得輸就閉價了 越跌就越深了 如果現在博 給你一個止蝶位 暫時是六號半指 跌穿六號半指 就要止蝶 純粹短炒 初步的阻力就是 今日日中的高位 籌一指 看著 還有記住分散投資 多謝郭Sir 隨你的分析和你做新報 剛才我們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面